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看马上我们的第二卦就讲那个原恒立真嘛 你怎么不一个字一个字解释了 同一部书当中同样的表达 他的意思应该是不说完全相同应该是接近 零卦在原来的顺序是第十九卦 我们按照内容的测证分为八九类的 这是第二卦 原恒立真 大通 真不对您有利 因为君临天眼还是更多的针对君主说吧 放在唯一君之道来讲了 至于八月有凶 这什么意思啊 这像是后加上去的 要把这句话理解明白了挺困难的 我简单说 帝泽林 你画出这个符号就看出来了 这属于萧西卦当中的西卦 下边二阳 上边四阴 这六萧六西卦呀 对应的是一年十二个月 你可以理解为帝雷复 就是一个洋瑶的时候 那是夏立的正月 我们现在说冬至 这涉及到立法 要是按周历来说呢 还是十一月 两种立法差两个月 夏立 就是在周历那个时代啊 民间更多还是用夏立 官方的纪年呢 编年呢 他用的是周历 那现在是二月 再过六个月呢 就是八月 洋瑶就逐渐的消失 用这个符号呢 用这个季节呢 告诉你小人慢慢得失 进入寒冬了 所以 现在行日好的情况下 不忘 它有变坏的趋势 但是 你就按照春夏秋冬 这个循环交替 来理解周历 这个时间概念 大概就接近方向 就大概清晰了 现在挺好 但是 别忘了 它有像坏发展的可能 那怎么办 回到主题上 君主就要经常的下去走一走 看一看 你在朝廷的兜兜的 听到的都是赞美的声音 都是好消息 都是阿谀奉迎 留须拍马 都是虚假的 你要走入民间 获取第一手资料 段词说 林 刚进而长 月而顺 刚中而硬 大亨以正 天之道也 至于八月有凶 消不久也 别找你慢慢来 刚进而长 这就是从符号说 这就是消息卦 他没有直接说消息卦这个概念 但是显然认识到了 六消六西卦的存在 过去经学家认为六十四卦 都是由这个十二消息卦 演变而来的 所以这个十二消息卦是非常重要的 刚刚就是阳瑶 近就是渐渐 逐渐在增长 一个阳瑶 两个阳瑶 那下边呢三个 四个五个六个 然后周而复始 这叫西 这个西在这里是增加的意思 生生 那个生生不息 那西是指 但是在这个西呢 是利息的西 是生 是长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不断的长 阳阳长 阳阳长这好时机啊 这是春天夏天 等到消 就是秋天来了 六阳之后 物极必反就开始消了 从底开一个阴 两个阴 三个阴 四个阴 刚进而长 就说明一传已经认识到了六消六息卦的规律 月而顺 这是卦德角度的表述 对卦的卦德是月啊 坤卦的卦德是顺啊 喜悦而顺 那怎么和林卦连一起来 玩林卦你有了主题有了方向 其他都往这方要去联想 你要有这个能力 那就是要带着一种喜悦之情去考察民情嘛 你就是老百姓对立不满 你心里也要高兴 而且要使对方高兴 因为他宣秀不满 使你了解到真相了吗 真情了吗 你改变他 那就是进步嘛 你就能得到民心嘛 顺 顺应规律 林呢 当然侧重是顺应明熙 周一时代啊 他已经认识到明熙相别的重要 你看武王克商 关键时刻 商周王的部下 居然掉转枪头 攻打自己的主人 这对同志者是个刺激啊 他深深地感不到了 谁可在周 亦可福周 民为邦本 本故邦宁 刚中而应 这指的是九二 啊 羊腰在中尾就叫刚中 而应呢 和上面的六五之间 一阳一阴 这叫应 古人认为呢 一阴一阳才能产生交感 产生交感才能推动事物发展 所以他很看重这个 上下两挂相同位置之间的关系 一阴一阳最好 如果全都当位一阴一阳最好 如果不当位 这两个就全不当位 九二不当位 六五也不当位 但全都不当位 反倒是一阴一阳也可以 大亨以正 这就写实原封离真 他还是把真解释为正 这都是人为的拔高 周一原来是算卦数 他想按照哲学书来解释 愿望是好的 动机是好的 但是方法是错的 解释古书你不能改变人家的原意 你先不要判断他分析他的对与错 你先理解是他本来什么意思 再评价先理解再评价 天之道也 天运行的道路 天走的道路 用我们现在话来说就是规律 至于八月有凶呢 消不绝也就是 消卦不久就要来到了 羊不断的涨 再涨四个 就是六羊就是钱卦 就开始消了 消一个消两个 那就是八月秋季 要有 要有这前瞻性做国军 其实别说做国军 一般人 你也得往前多看几步 开车你还得往前看 下期你得多看三五步 你只看眼前那怎么可以 前瞻性 无论事情大小 无论地位高低 都应该有这个基本能力 大象 则上有地 你看这分数上下 林 林挂的属性 你就想则上面有地 地临近则 那从中感悟出什么道理 地临近则 哦 君子以教思无穷 容保民无疆 这个是临近百姓的目的 那么 教思无穷 教化 要像泽水一样 大地一样 无穷尽 他在忽视了这个地和泽的这个高下的关系 而想到大地泽水的无穷尽 这个君子连感悟的起点不太一样了吧 荣保民 荣有 保有 人民 像大地一样 无穷无尽 越多越好 那是冷兵气时代啊 确实人多好办事 这讲啊 啊 和这个泽水的大地的无边无际的属性感悟出来的 和邻近有没有联系 你也能联系起来 那我邻近老百姓的目的是什么呀 了解民情 教化民众 给他提供一个有饭吃 允许说话的一个和谐社会的条件 老百姓才会用脚投票投奔你啊 你就有更多的人民了 也能跟你联系起来 但是毕竟还是不一样 人家上帝临近下则 考察民情 他这呢 从这个动作 考察的动作 说到考察的重要性 考察的意义 你只要了解民情 才能制定具体的措施 教化民众 才能保有更多的民众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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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